好 我們今天的進度有點多 所以要直接切入內容 在第13頁 瓶裝是第13頁 金裝版是在第31頁 好 紀頌文看到嗎 因為前面這第一章 就是說作者在告訴我們 我們要從佛法中得到受用 得到法義 那必須是要歸頭 依靠三寶 但為什麼是得出這樣的結論呢 其實我們在認識佛教 歸一三寶之前 我們曾經以為金錢萬能 或者是名望地位 或者是感情親屬 或者是任何這一些關係 我們都覺得是很可靠的 包含我們都以為生命是可以健康 可以不老 可以不病 我們都以一般的人來想 都覺得來自一生 這一生之中 大約不過就是出生 長大 學業完成 家庭完成 事業有成等等 以為那就是生命的全部 但事實上不是這樣 而這一點呢 可能必須要到達年齡 起碼是到了中年之後 會發現一關一關都到達了 都完成了 但是實際上自己真的覺得自己很滿足嗎 自己是完成了自己的什麼心願嗎 後來發現也不是 有家庭責任 有社會責任 一一都過了 但也不代表自己越來越清楚 這個時候呢 又在找 又在想 我是不是應該去拜拜佛啊 或者去教堂走走啊 看看他們拜神的是怎麼求啊 那個時候又往精神層面再找尋 所以呢 應順法師在第一章裡頭 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人的過程 從物質的生活 這個家庭 就學業 家庭 事業 一一通過之後 必定會轉向精神 在這個精神的領域裡頭 我們又想去看看 好像希望在那裡找到一些答案 但實際上呢 可以嗎 鬼神類 可以嗎 拜神 或者是 有的是拜鬼啊 譬如說 當然有一些養小鬼的就不說了 但有一些去求 譬如說這個前仙啊 碟仙啊 就算命裡頭那些種種 那個跟陰界打交道 就像跟黑社會打交道 這個是完全是不對的 因為你從他那裡 一時的可能你認為滿足了你所急需的什麼 但是往後 他絕對不是白白付出 他要你償還給他的 會更多 當然嚴重的話 他到最後是要你的命的 像這樣 這鬼道不可 不可 那神 這個人如果死後是還有一些功德 這個生前修了一些功德 或者行了一些善行 可能死後被供奉為神啊 有的以忠義 有的以這個 就是他有一種降伏的 這種力量 或者他很慈悲的 和善的 種種 他就變成不同的神 城隍爺也是啊 土地公也是啊 黃大仙也是啊 當然 這個官地聖君啊 也是啊 種種 包含在三界之中 就是在玉界 玉界也有六天 都是天神啊 那麼 有人提出問題就說 誒 那我們共佛摘天法會啊 因為如果照課文裡頭所說啊 鬼神好兇殺 他們也很稱恨喔 不高興了 可能就毀滅了 如何 那為什麼我們共佛摘天 法會之中 要把它奉為上兵 然後在那裡供養呢 其實 這從幾個不同層面來看 第一 這個六道眾生裡頭 剛剛講 玉界 玉界色界 那麼這個六道裡頭 從天 人 歐修羅 這是三善道 然後畜生 惡鬼 地獄 三惡道 所以玉界裡頭有一個天 那個天就叫六玉天 分六 六個層次 我上次有寫給大家看嘛 那他們畢竟還沒有到達解脫啊 只要沒有解脫以前 就沒有出離三界以前啊 他畢竟還是在三界之內 而且他還是在六道喔 六道剛講玉界 就是他個人的那個慾望還是存在的 不管他是物慾 或者是色慾 也就是淫慾 他都有的 一旦有個人的慾望的時候 一定是以自我的需求為中心嘛 所以你能夠符合他 或者滿足他的他高興 如果你一旦不符合他 不聽從他 他生氣啊 這個都還是六道眾生啊 所以就是課本裡頭告訴我們 只是說當我們要去歸一 一定是歸一最究竟圓滿的智慧 而且是可以帶著我們 也跟著一樣解脫政務的 如果我們就好像我說 我們要讀書 要跟著老師學 這個老師應該是他的專業也好 他的學問也好 一定是最高的 至少是勝過我們的嘛 那我們跟他學 但如果說我要跟他學怎麼修養 他的修養都不太好 我們要跟他學他的專業 他的專業不太這個 不夠專門 不夠專業這樣 譬如這樣 你當然你說 哎呀 我這輩子就要更定他了 那你所學也是有限的 他能夠提供給你的 畢竟是有限 所以這個 當這個學員提出說 共服在天法會 我們在大殿之中 除了前方供奉三寶席 旁邊這個二十八天 諸天禧這樣 那這怎麼說呢 那當然第一 我說我們先明白天界還是一樣 是六道 是眾生 他沒有到達成佛解脫政務 所以我們禮敬他們 供養他們 感謝他們 而不是皈依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我每一次共服在天法會 我會這麼說的 共在大殿內 但是不是皈依他們 我們皈依的是三寶 但是因為這些天神 他們有沒有保護我們這個娑婆 這個地球 有 不是全部 但是至少他們之中 有在這個金光明會上 聽到佛陀的開示 教導 他們非常的感動 然後答應佛陀 是佛陀要他們守護這個娑婆人間 有這麼多行善的 有道德的 有善根的 這修行人去守護他們 保護他們 所以是這些天神就答應了佛陀 說他們以後會來守護人間 也因為他們的守護 所以同樣 其實我們的這個夜報 每一個人都不同 夜報分正報跟醫報 正報就是這個人 你是怎麼樣一個人 你出生在哪一國 哪一個家庭 你是很高大 健康 很聰明 順利 還是多病 愚痴 愚笨等等 每一個人不一樣 但是你是怎麼樣 你按自己的夜報 我剛剛講 你敢得的這個果報體 分兩類 兩種 一個就正報 你就成為這樣的一個人 第二個是一報 你就在什麼樣的環境 大環境來說 我們的貢業是一樣的 我們都來到地球 你說不來地球去哪裡 可多了 此世界 它世界 無量諸世界 是隨業力感召而去的 相應 哪裡你就去 哪邊的 你的業力跟哪一個 哪一方的世界 星球 有那個引力最強 你自然就會 你的這個整個投胎 我們講歐賴也是 最後這個能量 它不是肉體壞了嗎 它不是以肉體搭火箭去的 科學家發明怎麼去的 怎麼星球怎麼移動去的 都不是 但是業力相應 它是不受這個物理看到的 這個具體的形象的限制 不受物質的限制 業力就以種能量體就去的 職能不變的 那個能量出現 相應那裡 你就出生在那裡了 所以這個我們講說 我們禮盡諸天 但不是皈依 所以他們的特性 因為他們的福報大 修到天福嘛 福報大 能量也大 所以一旦他喜歡的 或者他生氣的 他的發動的那個力量 那是要強過於我們的 所以你說你去 歸一他們的話 哇 這個不是有一句話嗎 半君如半虎啊 人類的皇帝 哇 他的權力那麼大 要你生 要你死 那他決定 那更何況 天神的力量大過於人亡 就人類的君王啊 那更是大了 所以這科文有講的 鬼神好凶殺 那諸天又丹諸玉 就他們的 在玉界天的天神 他們個人的慾望 也是那麼強盛啊 所以這也不是 我們可以跟著學習 甚至於皈依的 那麼獨凡依慢著 就是說那梵天 他講天界的天神 但梵天神其實在社界 雖然是比較親近 但是他們的那個自我 很強啊 以為他們是同領一切的 是很傲慢的 那麼像這樣子也不究竟 那無色界太高了 他已經離開物質界了 無形無相 跟我們人的關係 是比較就很遠的 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接觸 就不去談他 這是上一次 所以說歸一處處求 求之騙十方 就近歸一處 他先提出 這還是假設哦 因為前面講的不可靠 三寶最吉祥 他提出了這一句話 好了我們來看 為什麼說三寶最吉祥 這就今天的進度了 第十三頁 紀頌文我們一起來念 正法以為生 淨會以為命 至月朗秋空 理佛兩足尊 好 先說一下 各位聽過法生會命這句話嗎 我們我們人 我們的色身是什麼為生啊 以我們人類來說 是不是這樣啊 四大五蕴組合成的這個色身嘛 我們我們人類的身體 四大地水火風 五蕴射受響形式 這一些第一次聽到 五蕴啊四大第一次聽到的請舉手好嗎 也有第一次聽到的好 好第一次好 因為沒有辦法每一次都從頭講 尤其今天的時間比較趕 你們可以去 其實我都比較希望你們 特別是初學的人 你去圖書館 下了課之後去圖書館 那有佛光大詞典 你拿出那個索引那一本 去查那個條目叫做四大 四大 四大 你會看到地水火風 然後它各自代表是什麼 然後五蕴 你就單獨查 這個明相 再去查 那這些呢都是 這個四大呢 是強調的是 身體的物理結構方面 那五蕴呢 那就身心都有了 色是指四大 受想行事是精神層面 心理的部分 所以整個在講的還是我們的 這個身體物理的部分 跟這個精神心理的部分 那構成了我們這個人 這個身體存在 它就是有身心的兩個部分 合合而成 那所謂的命 當然以人類來講 我活到幾歲 那就是我的壽命嘛 那所以這裡呢 因為要講到佛寶的功德 提出了法身會命 這佛的功德 是以什麼為生 以什麼為生 以什麼為生 基頌文裡頭 正法以為生 我們來看 倒數第二行的解說 說進來佔佛寶的功德 佛呢 是泛語 意識呢 是抉擇 當然一般我們講的 Buddha 這個Buddha Buddha 在這裡常常看到的 比如說我們國際佛光會 那個佛光會的翻譯 Buddha's Light 佛光會 Association 好 那麼佛就是覺者 覺悟的人 是覺者 那麼佛陀所覺悟的 他他所覺證的 是正法 正法你可以理解為是妙法 也就是很微妙的法則 這個法我們可以依循 依據他 所以叫法是可軌可折 就好像火車 它必須要有火車的鐵軌 作為軌道 去依著這個軌道去跑 那法呢 就是讓我們依著法 所傳遞的真理智慧 我們依著這樣去學習 去實踐 那這個法可以讓我們可軌可折 而且它的本身呢 不辨不失 就是說它真理啊 是不管佛有沒有出事 真理永遠都是真理 就是那個原則 法則它不會因為 誰發明了它 誰可以來修訂它 不是的 它既然是究竟的了 就是它不會 這個再改變的 也不會失去 它就一直都是在那裡的 所以正法是忠正而不偏邪的 唯妙而非淺顯的真理 這個法就是真理 所以這是有永久性 普遍性的絕對真理 那你圓滿絕正了正法的人 才名為佛 所以佛呢 它是以正法為生 就是說佛你說哎呀 那我們在大殿裡頭看到的佛身啊 明明是像我們人一樣喔 只是比較飽滿圓滿啊 這樣很莊嚴啊 那是用我們人的理解 你要具象化 其實在佛陀時代 佛陀是反對的 這個基督教說 不可以崇拜偶像 哪一個宗教最不崇拜偶像 本來是佛教的 如果你知道 你說基督教講說不可以崇拜偶像 但是我看基督教的那些畫像雕像 除了十字架這個標誌之外 其實他們留下來的那些礦古巨作 那個畫在那個教堂上面的 或者他們的雕塑的那些真是很美啊 那些也是就是把它的這個偶像化 具象化了 那在佛陀時代 佛陀就是反對的 不可以 那麼 其實我們喔 我是有時候有點感慨 比如說 藏傳佛教 密教啦 他要破火法 或者什麼他要火供 我講火供 火供 火供是結合了婆羅門教的 拜火教 佛陀是不要這個的 在佛陀時代佛陀反對 結果到今天來 變成是 甚至於說是在西方國家更為普遍的密教 這個 當然整個佛教的發展 偏離佛陀時代的太多 這個就是師父為什麼他寫 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這一本書裡頭 有很多的 說是 師父原則上不會停留在只是感慨感觸 他都很有力的提出問題在哪裡 以後要朝哪個方向 什麼方向會發展 什麼方向會毀滅 這佛教怎麼走 就是這一本書 你們知道這一本書在哪裡嗎 就在一樓結圓品那裡 多少人要註印然後 因為這本書太重要了 那這些當然對於初學者來講 就好像在看拼圖一樣的 這邊拼一塊那邊拼一塊 但是我們越學越累積久了 慢慢慢慢要把它拼湊起來了 就會 你越拼湊起來越看得懂師父這本書 就星雲大師所寫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 我先說一下 就是師父說 佛教經過兩千多年來的流傳 他被披上了太多不同顏色的外衣 染上不同顏色的這些外衣 讓你以至於說 看不到到底佛陀本來的那個樣子是怎麼樣 本來佛陀講不要崇拜 這個他的像 因為佛陀要講的要我們根據的是法 不是他 不是這個人的像 所以是不要這樣 但是到大成佛教 這個興盛的時候 懷念佛陀 總覺得很想很想 如果可以見到佛陀的今生 就是恨不能 就同樣在佛的時代 所以很想見佛 因為太想要見佛 所以就說了佛 按照各種的流傳記載 然後就去雕塑了佛的聖容 所以呢 這個泰國人雕的佛像 跟中國人雕的佛像 韓國日本照說美國加拿大的佛像 可能是金頭髮藍眼睛的吧 就是他會本土化 他是有機體 他會跟當地的文化 當地的審美觀 因為這雕像佛像 是由人去以他的審美觀認為最完美的 最圓滿的了 然後去把它說話出來 所以是當地人的審美觀一定會加入的 那就有各國不同的了 你說哪一尊是真正的呢 即便是現在在印度 那印度的佛像 在我們看 怎麼樣算是最圓滿的呢 這一些我想 不管是哪一國的雕像 其實只要他是親近的 慈悲的 智慧的 能射受的 有一些 像有一些我看 他畫觀音菩薩 在雕塑佛像 但他過去呢 他是畫神像的 或者畫仙女的 或者似女徒的 這一些藝術家 他們來畫佛像 未必畫得好喔 他過去畫仙女徒 很美 仙女也很美嘛 甚至有的很妩媚喔 他來畫觀音菩薩畫得出來嗎 不一定 這要看他的宗教 情操宗教的體會 那一種神聖性 那一種射受 那種就親近 就不是世俗的神美觀 可以去雕塑 這個其實就好像 我記得 當時在人間衛視擔任 這個輔導法師的是 永文法師 他說拍觀世音 這個劇集啊 我們圖書館有 書局也有這個 應該上網都可以看得到 現在 他說找那位觀音菩薩 好難找 到最後沒有真正的觀音菩薩 在這個戲裡頭出現 但是 總有她的化身嘛 譬如說 余蘭觀音 一個很清秀的少女 提著余蘭 她是畫線的 光是找這個人多難啊 所有的電視明星 電影明星找不出來 因為是一個出家人的角度 在找這一尊 找不出來 後來無意中 巧遇路旁一個人 去跟她談 你來演 她說我不是演員 沒有關係 所以劇中的那個不是演員 然後劇中的那個眉毛 化妝師畫 要怎麼畫 永文法師說 不是這樣的 不是的 最後呢 永文法師去幫她畫 所以劇中的那位 不是演員的演員 連一個眉毛 都要一個出家人 去幫她畫上去 所以你說這個具象 怎麼具象畫 你沒有那種 那種宗教的體會 顯現不出來 這個是題外話 但總是呢 這裡講到的 說以正法為生 所以真實的佛 到底長什麼樣子啊 真實的佛 具象畫 永遠都是有漏法 就像我們講真理 我用我們的話來講 肯定不周全 這書本上寫的 包含經文裡頭 所寫的 一定都 你不要 你不要以為它是全部喔 盡信書不如無書 這就是金剛經裡頭講啊 所謂什麼 即非什麼 世明什麼 所謂經文即非經文 世明經文 所謂佛像即非佛像 世明佛像 就是當你看到這佛像 你要知道它不是真正的佛像 那麼你就真的懂 什麼是佛像這樣 就你不要以為它是全部啦 語言文字真的是有漏啊 沒有辦法 完全等於真理 好 那麼 所以我們的理解說 各位說佛以什麼為生 各位不要以為是畫像 雕像 以你 以銅 以這些書畫為像 不是 是以正法 以正法為生 好 所以名為法生 佛的法生 它是絕對真理的具體顯現 真理是無形的 又要具體顯現 這樣各位可以理解嗎 真理的具體顯現 其實它是沒有形象的 沒有任何形象 可以把它具體的 雕塑出來 畫出來 描述出來 都不能 因為它就是真理 好 那麼佛為什麼能圓滿絕症呢 因為佛有無漏的清淨智慧 好 無漏 漏是煩惱嘛 無漏 就是離一切煩惱雜染 不是一時的離煩惱喔 是在那個狀態 持續的 永恆的 不再生起煩惱雜染 不被外在的煩惱雜染再染污 這樣子 這樣的狀態喔 叫無漏 是完全清淨的智慧喔 所以它的智慧是最清淨 所絕症的政法也就最清淨 所以稱為最清淨法界 法界我們講實法界 實法界啊 從 這都是前兩次上課都有提過 四聖六凡有沒有 聖賢界 凡夫界嘛 那四聖六凡 六凡就六道 好網上就是聖賢界了喔 聲文 原訣 菩薩 到佛 佛的法界是什麼 就這裡講的法身 是究竟的真理的顯現 就是這裡喔 好 那麼說正法是無助而不在的 就無所不在的 正法也是真理無所不在 不管我們這個空間裡頭啊 是迷 迷了我們眾生人啊迷了 真理沒有減損 很多人覺悟了 正悟了 真理就是真理 他也沒有增加 因為他本來如此 那麼有淨慧才能決正清淨的正法 所以佛以淨慧為命 就稱為慧命了 那法身與慧命的統一就是佛 所以我們形容啊 說我要回到道場來 回道場 我們怎麼形容這個道場呢 我們會說 我要回到我法身慧命之家 這裡就是這個道場啦 是我們法身慧命之家 也是我們的常住 常住 常住到底是什麼 誰才算是常住 有時候我們開會的時候啊 比如我們講大師主持會議 以前在山上 我們說這個 常住不是說我們可以怎麼樣嗎 那我們該怎麼樣處理呢 師父就說常住是誰 誰說了算這樣 常住在講 它是一個這個團體 以正法 以佛陀的教法 那麼大家可以講 有這樣的 有之一統 大家依著這個正法聚集在一起 而形成的一個團體 以佛光山來說 那佛光山就是我們的常住 常住 常住本來是說 常住不滅 永遠不改變 永遠存在 它在形容真理 真理 這樣子 只是我們就把它 轉用過來 就像佛就是法身慧命的統一嘛 法身 與慧命 結合起來 那就是佛 但我們就把它轉介過來使用了 說佛光山這個temple 是我的法身慧命之家 是我的常住所在 會這樣子形容 如果這個 有的人講說 我要向常住告假 我要回國內去了 這樣 我出發前 我先來向常住告假 或者說我跟常住的法師說一聲 我這陣子不在 那個義工啊 要請人要代理等等 你會有這樣的習慣表達 所以都要有這樣的認識 好 後面再接著一個形容 那法身與慧命的統一是佛 那舉譬喻來說 佛的智慧就像明月一樣 說他清靜的體 靜慧的體正正法 就像明月的朗召秋夜的晴空 這個是在把祭宋文的 這個第三句啊 叫智月朗秋空 就在這句解說內容裡頭 把它這個標示出來 智月朗秋空 我們常常形容佛陀的智慧 就像這個明月 十五的月亮 那特別是八月十五 就秋天啊 秋天那個天空很清朗 沒有其他的這些雲霧 就是一輪明月高掛在秋夜的 這個晴空裡頭 所以這樣形容 好 那道主第三行啊說 這個佛經上說 菩薩清良月由於必盡空 後面兩句是什麼 眾生心構敬 菩提引現前 也是形容 這還形容是菩薩喔 菩薩清良月喔 菩薩尚且如此 何況是佛呢 好 所以是祭宋文的這個解釋 最後這一段是講理佛兩族尊這一句 說法身與會命到達徹底圓滿 這是值得我們眾生來歸敬的 禮呢 你要歸以禮敬 禮是敬禮 如同禮拜問訓 這是生禮 大家講生口義的禮敬 生是禮拜問訓 那口是讚嘆功德 這是語 像我們誦經之後啊 會要經文之後接著是讚佛祭 讚佛祭 那就是在讚佛的功德 讚佛祭不是只有說我誦經我才可以唱誦 其實呢 我們現在的晚課 就是我們講上課結束之後 會接著晚課 晚課呢 《波瑞心經》是接普賢菩薩的謹仲祭 《三規一》其願文迴向 我想想啊 也可以看下學期開始 我們可以來再換一個晚課 叫佛光三昧修持法 那就是對佛的禮戰 對法的禮戰 對生的禮戰 像這樣子 那麼我們試試看 其實這個禮戰 是內心常懷恭敬 所以這第三講 全性恭敬是義理 所以當我們在心中對 真的佛法在恭敬中求 如果你對三寶沒有了恭敬心 你讀再多 就研究再多經文 也不過就是做做學問 掌掌知識而已了 那算不上是真正的三寶弟子 好所以 這裡講的內心的這種恭敬 那因為內心恭敬 所以你見到佛 你會禮拜問訓 因為內心恭敬 所以你心中 你就是要禮戰諸佛菩薩 這樣 是心中有 所以前性恭敬 這是義理 由義而產生生生根口的欲 要這樣的三頁裡 進來表示 我們對佛的歸信 歸同信仰 那兩族尊是什麼意思呢 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解釋 兩族 我們人類是不是兩隻腳 兩族 那佛陀是人類之中 最為尊貴的聖者 所以就是稱為兩族尊了 好 那第二個解釋呢 是這兩族 是指的福德與智慧的圓滿 我們講福德智慧一直到達究竟圓滿 就修行 經過三大歐生其節 圓滿的是什麼 是福德與智慧 那麼福德與智慧圓滿 最圓滿的 那就是佛了 所以稱為兩族尊 這就是祭聖文的第四句 禮佛兩族尊 好 我們來看下一句的祭聖文 好 一起來念 三世佛無量 十方佛一耳 悲願來著世 禮佛釋迦文 好 這裡再講三世 過去 過去世 現在世跟未來世 這就是我們講的過現未來的三世 是時間的意思 在過去現在未來的這個時間裡頭 不曉得出現過有多少的佛 已經成就的 過去諸佛 現在諸佛 那麼到未來也還會有 所以三世佛無量 十方這指空間 空間 四方四圍 再加上下 四方是什麼 東 西 南 北 如果我們一講東 西 南 北 大概就會有一個這個兩個箭頭 一個十字 然後東 西 南 北 那四圍呢 就是中間這個斜線 這邊是東北 東南 西南 西北 這樣 再加上上跟下 這就是十方 這個十方如果我們想 以我們現在存在的這個會議室 這個教室裡頭 向著十方一直出去 哪裡會有邊界 邊界在哪裡 沒有邊界 沒有邊界 所以十方這十個方 這整個空間 整個空間裡頭 說佛一耳 成佛的也是一樣 無量無邊 但是在時間上空間上 無量無數的佛的成就了 這其中悲願來著世 就是所有的佛之中 只有釋迦牟尼佛 他特別對我們這個人世間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娑婆世界 娑婆 我們形容這個人間 叫娑婆 娑婆是印度的發音 它的意思是什麼呢 勘忍 勘忍的世間 娑婆 你能夠忍耐多少 你就盡量忍耐的 必須要忍耐的 你只有能夠忍耐 堪受得起忍耐 你才可以存存的這個世間 這個人世間 所以說佛就意思是堪忍 必須以忍耐來度過的 那麼在說悲願來著世 我自己講一下 這個著世各位請翻開 下一頁 第十六頁 各位看 第十六頁 第三行 說在這個世界 十方三世 這個時空之中 有一位是應該要特別歸近的 這一位是誰呢 那就是本師釋迦牟尼佛 說釋迦佛在菩薩因中 因為到成佛 就是圓滿的覺悟了 到達成佛之前 他一定是在 如果 我畫一下 如果佛是果 他一定有一個前因吧 這個前因裡頭 從菩薩 一定行菩薩道 菩薩道的這個遺址 但前面是哪些路呢 大家路不同 以我們來講 我們由人 看起來好像小人 不是 總之 由人 通過菩薩道 所以人 跟菩薩道 這一些都是 到達佛果之前的 因 因地 還在這個 我們講situation 你的位置在哪裡 還在因的位置上 所以 這句話講說 說 釋迦佛在菩薩因中 就是還沒有到達佛果位 還在前面 這個修行的 因的這個位置上 本著救苦救難的大悲心 忍苦忍難的大怨心 悲怨 大悲心 大怨心 大怨力 然後 他不願往生淨土 他沒有停留在 因為 即便他 在 這個菩薩因中 他本來呢 成佛之後 哇 在佛的長疾光中 佛的 這個淨土裡頭 他是 他是可以這樣的 他進界已經到達那裡了 但是 就是釋迦牟尼佛 他在菩薩因中 他沒有到成佛就停在那裡了 而是呢 發願在 惠土修行成佛 這位大菩薩呢 他本來可以在淨土裡頭 成就佛道 但沒有 他是來到我們的 著世 這個惠土 惠土是指我們這個說婆的國土 是惠土 那麼 惠土就是不清淨的意思 來修行成佛 是在這個 惠土 在這個說婆成佛的 那因為惠土的眾生太苦了 需要救濟 太迫切了 所以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的偉大精神 由釋迦佛完滿 就完全的圓滿的實踐出來了 他來武濁惡世的持土成佛 便是為了救護我們 不遗棄我們這些苦惱眾生 好 好這個是這一段提到一個惠土 淨土 淨土跟惠土是相對的 哪裡會有淨土啊 到達佛的國土 佛的世界裡頭是淨土 那麼其餘的那就是 當然叫惠土了 好 那這一講到說 這個 來武濁惡世的持土成佛 武濁惡世 我們各位聽過末法嗎 末法就佛法的流傳從佛的時代開始 有佛法流傳 好那麼佛法流傳的這個第一個一千年是正法時期 正正法有一千年 好然後 然後 節省空間 然後 就到現在 現在是什麼 末法 好 正法有千年 其中第一個五百年 當時 這離開佛還很近 就佛涅盤之後 五百年的那個時候 第一個五百年 當時的眾生 根基 學習佛法 跟著佛的教導 就多少人修 就多少人解脫 所以是解脫兼顧 然後呢 第二個五百年 跟著修行 解脫的人沒那麼多了 不過至少禪定兼顧 然後 相法時期呢 相法也是千年 也是一樣 這一千年 再分 相法時期第一個五百年 其實就是第三個五百年了 那個時候呢 時修的人 又少了 導視聽文的人 研究的 理論的 這種多文 堅固 再往後 第四個五百年了 那個時候呢 就是 對於義理的 研究啊 這些的人 又在減少了 那個時候 大成佛教 今聖呢 已經在建世院呢 叫塔式兼顧 只有象徵著 三寶的塔式 島式 這個 因為佛法的流傳 進入中國 進入中國 寺院的建設 或者是 在其他國家 是佛塔的建設 這些 它就是一個 symbol了 就是說 三寶住席的地方也好 或是象徵著佛的 精神的 這種塔也好 塔式兼顧 到了末法的時候 是什麼呀 末法有多少年呢 據記載萬年 這個時候是 各位知道我們現在的人的特性嗎 個性很剛強 難以調伏 而且好爭辯 好 這什麼意見 就是要對立 就是很僵持等等這些 叫鬥爭 堅固 各位同意嗎 同意 你是說你身邊的人還是說自己 自己 好吧 就 大家 往後是什麼 往後是什麼 問得好 哈哈哈哈 再往後 曾經呢 我們當學生的時候 大師師父是我們的院長 講金鋼精 然後 講完一部金鋼精 那時候我幫 我也是幫師父寫版書 那時候沒有電腦的 就這樣手寫的 師父就說 這個 師父帶著我們發願 說 只要 由我們佛光人 存在這個世間的一天 我們 就要 把 末法 往後 往後推 師父真是大願望 要把末法 往後推 就是 就好像說 就好像一個 生重病的人 或者是一個年紀老邁的人 他說 哎呀 我只到了九十歲 我才知道 要念佛 要修行 要學佛 我才知道一子三寶的功德 利益 的重要性 我九十歲了 不久於人世了 有的人想 算了 反正再活也沒幾天 算了 反正也沒力氣了 有的人這樣想 有的人不是 我要爭取 我只要活這一天 而且我要把我身體照顧好 我 這個我以前聽一空法師講 他說 學佛的人應該是 一般的人講 貪生怕死 他說 學佛的人應該 貪生不怕死 不怕死 你怕不怕死 都要來的嗎 不是用怕去看 死亡是新生的開始 所以不怕 但為什麼貪生呢 我爭取 這一生的生命 為的是 對於佛法的學習 延長時間 那來得起 學更多 或者說修更多 那麼這些 所以說 把這個末法 往後推移 師父還說 大家來說說看 這個 有佛光人 有人間佛教 存在的一天 末法往後推移的這個時期 因為有正法時期 項法時期 末法時期 那這一段往後推移的時期 叫做什麼時期啊 要我們命名啊 哦 大家 表示意見 表示意見 那他們一邊講 我就要一邊寫 那我心中呢 就浮現四個字 但是我這沒空講 我這還拼命幫他們寫 他寫了很多很多名稱 有的也很有意義 也很有力量 有見解 但是呢 最後 師父講出 那四個字 就是我心中那四個字 來 叫 寫一下 立晚狂瀾起 就是這四個字 立晚狂瀾 就是讓這個正法要傾倒 好像法床要倒下去 我要把它挽回 要給它輔正 這個在驚濤駭浪之中 這一艘船 在這個波刀洶湧裡頭 即將要被打翻了 立晚狂瀾 就是我怎麼困難 一定要把正法船 把它輔正 讓它繼續前進這樣 在困難之中 怎麼前進 是這個末法時期 好 那我們先看回來 那什麼叫 五濁二世 快要講 音樂 提交按道 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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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當然是負面的形容詞 一般講混卓不清 就是混淆不清是混卓 那這裡講的卓式 就是很惡劣的 不好的 惡劣的 那傑拙呢 在講我們身處這個時期 天災人禍不斷 有的人講說因為網路時代發達了 所以遠處遠處 從來不知道的什麼地方 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知道 這個當然資訊上讓我們知道更多 那但並不表示就是只是因為我們 它本來都那麼多 只是現在知道的多而已 實際上是越來越多 就是解鎖 這個地球 也當然居住在這個地球上的物種 所有生命的這些物種 那它越來越繁殖茂盛 當然要多過以往 但所有物種之中出現了一個很可怕的物種 叫做人 其他的物種就是很單純的一種生存嘛 比如老虎要吃吃什麼 鹿好了 兔子好了 吃什麼 它是 肚子餓了 生理的機能 我要去填飽肚子 當它吃飽了 那個鹿啊 什麼什麼動物在它前面走來走去 它看都懶得看 它沒有那種分別意識說 看這頭鹿不順眼 非咬死它不可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有那種預謀 說 這個我先多咬兩頭鹿 唇放著 萬一過三天後沒有食物怎麼辦 都沒有的 單純的 餓了 趕快什麼東西可以吃 可以填飽 就是這樣 只有人類 那個意念 哇 但是人是 怎麼講 萬物之靈 就是說 是裡頭最聰明的 最會設想的 最有意識活動的 這些 但它不是萬能的 那 我們的這種意念分別意識 會 讓我們的行為 造作很多 創造了整個世界 所以 但一旦 我現在假設 口題疫病毒 禽流感 趕快撲殺 這100萬隻雞 通通給它殺掉 所以 本來說天災人禍 這個已經是 在這個時局地球上你造的惡業多了 我們的貢獻所感 我們的貢業所感的這個地球 肯定要 災變要越來越多 人心在動 地震 人心在稱怒 火災 人心的欲望無窮 水災 大環境 大宇宙 大宇宙 是內心的小宇宙把它呼喚出來的 更何況 人類有這麼多 這麼多人的起心動念 要呼喚整個地球 變怎麼樣 截著 天災 人禍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頻繁 這個時局就不好了 見著 最主要講的是人類 思想見解 那個意念起心動念 從自私自利裡頭 這個出發的東西 越要越多 越要越 越好 越要如何 無所不用其極的 那個 那個理念 而且錯誤的價值觀 衍生錯誤的方向 就是 我們說 一個人的思想見解 決定他的 這個行為 方向 所以 思想見解 因為錯誤的價值觀也好 內心的貪婪 稱恨 種種 與此 衍生的那個行為 這個見著是思想方面的錯誤 所以 這個見解越來越偏差 思想也越來越 這個 我們講邪見重生 見解 煩惱著 貪稱吃也越來越重 眾生 眾生的根基 根氣 這個 久修 過去 久遠以來 一直都是修行根基的人 不是沒有 但是 人類 這個 就眾生的 這個數量越來越多 的情況之下 眾生著 眾生的根基 大多數來講 以大數據來看 就是眾生著 根基 是低劣的 這個低劣不是說 不是喔 現在的博士比以前多喔 現在大學 我 我看台灣一個小小的地方 67所大學 香港有幾所大學 九所 九所啦 九所啊 新加坡呢 總之不到十所吧 就是十所啊 四十啊 就是四所 四間大學 新加坡 四所大學 那 台灣的人有比較聰明嗎 我有 別的比不上 大學 六七時間的大學 是因為這樣就代表 或者是說 你看我這個 頒發博士學位 碩士學位的 比你們多喔 你一年幾個 我幾倍了耶 這樣 你可以用這樣子去看說 哇 那我們這些眾生的根基啊 都很好嗎 不是這樣看的嘛 這個表象不能代表 這眾生的根基 眾生主 根基 下列的也越來越多 為什麼 貪嗔痴 煩惱 邪見 這個造成的 眾生的根基會下列 然後命主 當然 一個講說是平均壽命 那另外一個講是生命的 本質 其實 命 怎麼去說 我們這個身體沒有的時候 身體沒有了 那這個生命成為一種能量體 就要往下一個 下一期生命 那我們習慣就是生命要住在一個身體裡頭 這樣 就要往下一期的生命再去 那這個生命命著 所以 當身體沒有的時候 命還有嗎 有 有 有 它是第八歐賴耶士嘛 我們的生命儲存在那裡 它不會消失的 所以從這一點來理解它 就是為什麼我們講 我們為這個而不捨而難過 這是正常的 但是我們會不會 像有的人講說 死了什麼都沒有啦 我從今以後什麼都沒有啦 你就這樣消失掉啊 是那一種的痛苦嗎 難過嗎 不是 不是 把它搞清楚 知道 就是學佛的人 他知道 是太多的 這種 這種感念 很悲傷 以前可以說說話 現在都沒有啦 怎麼怎麼 好 這樣 是這個的不捨 而不是對於生命就消失了 在其他的 或者說沒有佛法理解的人 有的人他信佛他也不懂這一點 還不懂得更多 就是說沒有佛法學習沒有理解的人 他對於死亡這一關是很難很難去 接受或者度過 因為他的認識不正確 像我們雖然很難過 但是呢一想到 是啊 我最感恩 我最感念 我最想念的人 他在極樂世界 這樣應該修行比我好 我說我祝福他在極樂世界 所以你的那個 那種難受 其實他有一個停損點 是有一個截止 思念是沒有截止的嘛 但是那個苦啊 痛啊 那樣 他是慢慢慢慢會淡下來 淡下來不是因為無情 不是 他是一種理解 有一種釋然 就是 就是還是你的解脫 你在極樂世界最重要 不要 不要你因為老因為病在受折磨 以你的立場來說 你的好 這樣祝福你 所以你的那個苦痛就降下來 但是一般的人 因為我曾經去跟 因為先生離開 而憂鬱症的 一位女士 去談 很難 難在哪裡呢 她說 你不要跟我講 你不要跟我講 你們佛教那一套 我不相信有來生 我不相信生命如何 我不相信佛教 我不相信 我心裡想 你都不相信 你來找我做什麼 其實不是 這個一直要自殺的人 其實他很想活下去 他要找到一個活下去的理由 所以我在他一開始跟我見面就說 我的朋友叫我來找你 好 那麼 但是我不相信你們所說的話 你不要跟我講 這個因果啊 不要跟我講這些 我說好 那我們就不講吧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當一下義工 我缺人 就是這麼簡單 他笑了 他是大學教授 我說不好意思 有點大才小用 但是呢 我說我要讓你知道 我很缺人 而你很有用 你來幫我打字好嗎 當時就 這個教授 準備資料嘛 我說我們佛光世紀的文稿 你幫我打一下 然後 有很好的義工師姐 陪著他一起做事 聊聊天 這樣 我是沒有空陪他聊天 然後 我請其他很好的師姐 有時候他住得遠 接送 然後呢 這個就是姻緣 他每個星期 每個星期 來當義工 幫一下嘛 有時候我請他幫我 把圖書館的一些標籤 把它貼一下 還在整理中嘛 不是我們這裡 在其他道場 那麼 就是 到有一天 三十系念的法會 我沒有通知他 因為他也不信佛教的 所以法會 我就沒有想到通知他 但是菩薩會通知他 他竟然出現了 我就想 糟糕了 我整個下午都沒有空 而且義工也都在法會中 我就說我們有個法會 整個下午呢 他說 法會是什麼呀 我說我們就誦經 這樣 他說我也可以看看啊 好 我想 姻緣就是這樣來 他在那個法會中 當然我主法 我很專心 沒有特別去留意什麼 就是只知道 他是從頭到尾都是跟著的 結束後啊 我講開始 我就注意到了 他好忙耶 他有時候看看我 有時候就一直在寫寫寫 我不曉得他在寫什麼 然後 到整個結束了 他就來找我 他說 你這本佛經啊 好美啊 因為他是文學系的教授嘛 中國文學系啊 他說怎麼會有這麼美的文字啊 哎呀我剛剛一看啊 我就在那裡一直抄 他說但是我還沒抄完 來不及抄寫完 我可以給你借回家去抄嗎 其實我本來想我可以送他 他說好 那就借你抄 抄金嘛 就這樣 抄完之後 其實當他抄的時候 我知道他從憂鬱症裡頭走出來了 憂鬱症就是 就是我什麼都沒有了 我都沒有用啦 我沒有存在的價值啦 這個世界上一切都不需要我啦 什麼什麼跟他都是好像透明掉了 沒有吸引他的東西 那我肯接受 也不接受啦 就沒有要求嘛 他沒有要生存 找不到生存的力量嘛 就我們講求生的慾望都沒有了嘛 但是當他 哇這個太美啦 我要把他抄下來 這個就是 當他真的那個觸動他 他畢竟是文學 很敏感的人 這個經典的美 來自於那一種清淨的 無真的 和諧的世界 很美 觸動他 那讓他嚮往 讓他抄寫下來 當他生起那個 這個很美 就是說他對外面有感呢 不像以前無感 什麼都不重要 都有無關 那感受到美 然後想要保留他 這樣 所以我知道 其實他走出來了 對 很快 他 這個又回到大學去教書去了 像這樣 所以這個 我們 做惡事裡頭 就是他這一生來的目的 怎麼樣傳揚給我們 告訴我們 教導我們 所以真的感念佛陀 選擇在這個娑婆界 成佛 我們這個娑婆世界才有了 佛法的流傳 所以這個就是這一段 這段裡頭要講的 我們是多麼的感念 釋迦牟尼佛對我們的恩德 這個恩德就跨到下一句 下一段的寄送文了 我們一起來念 至圓圓 至圓悲無疾 至圓悲無疾 斷章無餘息 三德等究竟 方便是差別 好 這裡提出三德 佛學會考呢 這個是幾乎啦 只要談到這個範圍 叫做必考題 三德是指佛 所成就的智德 恩德 以及 這個就會跨虎了 請填寫 對 通常會這樣子出 為什麼 因為你比較難想到 到底智德恩德 智德是智慧的圓滿 恩德是 他就是佛的慈悲 對眾生的恩德 剛剛講到的 悲怨來著事嘛 所以恩德 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是什麼呢 很多人錯就錯在這裡 好 來看看 智德 我想這些大家可以自己看 因為智德跟悲 就是恩德 是你們看可以理解的 各位看到第17頁的 也就是金莊版第三世 五頁的倒數第三行 因為這一段 講到佛陀的智慧圓滿 慈悲無限 在講智德恩德了 那倒數第三行呢 就說 那麼在所有的 這個修行過程中 有的呢 有的人 智慧高 但是呢 悲心不夠 好 像這個 二秤人 我們講 身文原訣的人 有的修禪定 有的修智慧等等 智解 智慧能力比較高 但是對於 體諒眾生 體諒 就感受 感受眾生的那種 苦 或者是說 他的不理解 或者他的煩惱 這些 他的那種 悲心 就比較薄弱 我也看過 有的人說 哎呀跟你講幾遍 你就不懂 你這麼笨啊 有的聰明一點的 聽一次就懂 有的呢 就聽了三遍 還猛叉叉 不知道 所以慈悲的人 他就耐煩的 然後揣摩 研究一下 我要怎麼說 你可以聽懂呢 這樣喔 那慈悲的人 他就要研究一下 我要怎麼說 但是如果是 只是這講的 智慧高而悲心薄呢 他就不耐煩的 眾生就是煩死了 我還是不要接觸眾生 這太笨了 我自己 不要浪費時間 我自己 是去讀我自己的 這些 這個智慧寶典 我懶得理會這些眾生 就會這樣子喔 智慧高而悲心薄 那有的呢 重悲愛而不重智慧 就是 哎呀你好可憐啊 怎麼怎麼 他可以陪著你 聽你講故事 陪著你流淚 但是 沒有辦法引導你 重悲心而不重智慧 這個幫不了你什麼忙 只是 同情你的處境而已 那有的人呢 是悲智病重 有智慧 也慈悲 但是 由於內心的煩惱 雜染 還不能夠徹底清淨 所以也算不得究竟 有 算是有智慧 算是有慈悲的 好 但是因為 畢竟還是 還沒到達成佛嘛 還沒有究竟 這個證悟嘛 所以程度 可以講 程度還有限啊 所以 內心一樣會有 存 存在這個 世間上的 這些煩惱 雜染 還是會有 那就是修行的過程中 修行過程中 都會有這種不同的情況 那這裡講說都 也不能 算不得究竟 唯有如來 只有 佛 他是徹底的 斷盡一切煩惱 這個是 理障 在 理論上來說 他已經斷除一切的煩惱了 那在事項上來說 他甚至無有絲毫的於襲 斷煩惱 無於襲 這講斷章無於襲 這一點是 所有修行過程當中 最後要斷除的 你修正智慧也好 你的這種慈悲 的這個 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 這種究竟的慈悲也好 但是 最後最後 最後的功課 是習氣 就是斷煩惱障 還有斷習氣 這個斷盡一切的煩惱 是理障 所以我們就知道 這個所謂的 這個二障 事障跟理障 那事項上 沒有絲毫的於襲 來我們看一下 什麼叫於襲 第十八頁翻過來 什麼叫於襲 就是無時以來 久襲煩惱的慣襲性 好 再舉例子說 佛弟子 歐羅漢 煩惱都斷了 習氣還有餘流的 所以 有的還要罵人 因為他罵習慣 衝口而出 自己不知道 有的還會 蹦蹦跳跳 有的呢 也會很固執的 堅持己見 所以這些就要習氣 你說他 智慧不夠嗎 他已經 說真的是已經 智慧已經都贈得了 但是就是那個習氣還在 所以各位看那個十八樓漢圖啊 或者五百羅漢圖 有的畫 有的雕塑等等 那習氣呢 人的這個相貌 是個人的夜報 所產生的嘛 那麼這個習慣性 你看那羅漢 長得 就是形形色色啦 我曾經看 也不要說誰 說誰 總之啦 我們 佛陀紀念館的館長啊 如常法師啊 他是 佛陀紀念館其實是一個大的 藝術 這個 館長的地方 跟佛陀有關的 佛教有關的 那所以他對於這個 藝術的鑑定 欣賞 有他的專業 就如常法師 他又是看到我們一位法師呢 我在那個現場看 我覺得那一幕好可愛喔 他看到我們那一位法師呢 他就突然好像 就是說什麼都忘記了 然後就過去摸他 就說 哎呀 你是哪位羅漢來的啊 這很可愛的 他真的是忘形啊 就他眼前看到的這位 我們的一位出家人 師兄你是哪一尊羅漢來的啊 他在摸一尊雕像的感覺 這就是 對他看到是一尊羅漢 你是哪一位羅漢來的這樣 像這樣就是 這個 有的就是憲菩薩像 有的是羅漢像 譬如這樣 那當然這個習器 余流啊 所以叫做這個 到斷 所謂斷德就是 斷章五余習 已經 最後的這些 煩惱障這些 尤其是習器 全部斷除 唯有佛 所以我們看有一些 修行人 其實 在當今世界上 有些大菩薩 大修行人 這樣 那 怎麼這個大和尚 大修行人 罵人呢 有沒有看 可能沒有看過 不過可以想像吧 教訓徒弟 怎麼都教不好 就要訓話 比如這樣子 你以為他 這樣子他就不算修行嗎 不是喔 他已經到達快要 可能是快要成佛了 後面還有個習器 還沒有完全斷除 就好像一百分 到成佛是一百分 那最後的習器呢 可能在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那裡 最後那幾分習器 再修掉了 就到達圓滿的成佛了 所以我們不能說 我看到這個 修行人 那麼 他竟然有什麼習器 這樣子喔 然後就瞧不起他 你是 這麼講 有眼無珠 不是泰山 不是眼前即將成佛的 這個聖者 對 那麼就是這裡在講斷德 各位知道 因為這個斷 一般的人比較難 通過理解而記憶 就是比較難聯想得到 佛才具有的三德 三德等究竟 三德是哪三德 現在記得了嗎 最容易記得是智德 然後恩德 因為他的慈悲 悲願來著是 對我們眾生的恩德 然後呢 我花了這麼一點時間講一下 各位 怎麼樣還記得一下吧 大家就知道 我們常常忘記他 這表示 我們其實對習器這件事情 不是那麼在意耶 我們常常說 我要向你學習智慧 向你學習慈悲 有沒有想過 我要像你一樣斷除息氣 這個幾乎是 包含我們在講佛法的人 很少 不是完全沒有提到 很少機會提到 但是呢 我剛剛講不是沒有提到 比如說 每一期佛學課程 開始 或者是說 過完農曆新年 我們開始的社教課程 學習 都會有佛門禮儀 學佛行儀 有沒有 那個是讓你從 其實行儀啊 它是通於戒律門 就是我的行為準則 我要如法如儀 就像開車 比如講說 好久沒有開車了 我開車前 我就想一下 這個交通規則 在什麼樣 如何 甚至於 比如說 我們現在在加拿大 走路 北美洲 行人靠馬路的右邊走路 開車也是靠右邊 如果你回香港去呢 反過來 反過來 去英國去日本也是一樣的 我記得呢 我當然不是開車了 我走路 有一次呢 很匆忙的時間 總之呢 就是前面很忙碌 忙忙忙 終於就衝上了飛機 飛機就飛到了日本 到了日本 奇怪 我怎麼老跟人家相撞啊 我走錯邊 那個 那個心裡的 沒有做好準備 說日本 我要調整方向 行人 行車 靠左邊的 方向盤 車子一般來講 不是進口車不說 就當地的車 開車的人 我們在加拿大 開車的人 左前方的位置嘛 到了日本 到了香港 又前方嘛 所以我去到日本的時候呢 他們說 哎 師兄請上車 我就蹦蹦蹦跑 嗯 不對 我會跑去 通常我坐前面嘛 我 沒有調好 就老是要跑去開車的位置 然後又再繞過去 這樣 他們也會笑 就說我還沒有調過來這樣 或者他們就會提早 跟我講 師兄這一邊這樣 也會這樣提醒我 這個 學佛行儀啊 就是 讓我們很 概念 做好準備 我應該是怎麼樣做 雖然我說通於戒律門 就基本行儀 是這樣 一個人行儀啊 做得好 他沒有 那種 多餘的小動作 多餘的小動作 也是屬於吸氣的一種 比如說有的人 他 誦經的時候 誦經 我們或者站或者坐 就不動的嘛 但有的人呢 就會 晃啊晃啊 比如這樣 有些人 動不動就 這個肩膀 爽動一下 頭 擺一下這樣 那個叫吸氣 就多餘的動作 對於這一點 如果你基本行儀 訓練的時候 培訓的時候 你說搭一是怎麼搭一 就怎麼搭一 搭了一之後不會甩一甩 這些 什麼什麼這些 多餘的 但是這個是很出大明顯的習氣 別人看得到 你稍微注意一下 你自己也知道 這個習氣 這種的通過學佛行儀 去規範 就是說 穿海青搭了慢衣 怎麼樣站 怎麼你跟著這樣學 那個多餘的動作就會去掉 它是出大明顯以外 這裡講最難斷的 細微的 細微的 聲口意都會有細微的習氣 習慣習慣 習慣性 我習慣這麼樣想 我習慣這麼樣說 我習慣就是這麼樣做 細微處 別人不察覺 不代表沒有習氣 所以說 唯有佛 究竟可以斷除 所有的習氣 最後習氣斷除的時候 就是成佛了 這樣子 所以這一點 因為很少有機會 這樣子 這麼周全的 智德 恩德 斷德 全部講道 課文裡頭帶到了 我希望我們同學們呢 大家 對於佛才圓滿的善德 我們就知道 我們向佛學習 向佛學習佛的智慧 學習佛的慈悲 學習佛的斷除習氣 嗯 是齁 各位有收到這個訊息齁 好 下一次各位去揣摩看看 你有什麼習氣 去想一想 不是說好了好了 你都說了 我就點頭答應 真的要明白了 好 我們看一下 這講佛戰佛的功德 斷章無於席 三德等究竟 好 那麼到下一句的 記頌文 就進入到法寶的功德 我們一起來讀誦記頌文 秋景空聚落 首故集無人 彼岸 臨全樂 禮法禮遇尊 好 這段寄頌文 怎麼會跟法寶的功德有關呢 這三件事情跟法寶有什麼關係 這裏講的秋景 就是枯景的意思 單枯的一口景 這在說 有這麼一個人 他走在外頭 哎呀不小心 就掉到一口枯景裡頭了 一個已經乾枯回朽的一口枯景 掉進去了 掉進去的時候還好 那個景裡頭啊 剛好有一條這個藤啊 樹藤啊 哎呀掉下去的時候 猛的一抓 抓到這根樹藤 所以就保住性命了 沒有掉下去 驚魂伏定啊 哎呀一看 這個景底下還好沒掉下去 原來有四條毒蛇 在那裡張目吐信 看著他等他下去 嚇著他 然後再看看 糟糕 這個好不容易 拉住了這一條藤啊 樹藤啊 竟然有隻老鼠在那裡咬 等一下 沒兩下咬斷了 不是跌下去就沒命了嗎 哎呀正在處境危險的時候 咦 怎麼這個樹藤上面 有五滴蜂蜜啊 哎呀 嚐嚐看 哇好好吃喔 然後就忘記了 忘記要想辦法 我怎麼怎麼逃脱啊 竟然還在那裡嚐嚐看 嗯 這個蜜好吃好吃 就忘了 老鼠可能咬斷這條樹藤 掉下去 毒蛇可能咬死它 像這樣 這是第一個譬喻 這個譬喻在說什麼呀 這個 我們來看解說 第十九頁 好 剛剛那一段 好 我 掉到井裡頭 拉著 到下面四條毒蛇 老鼠再咬 然後五滴蜂蜜 它去舔 好 倒數 第四行 這是說 我們眾生啊 在生死的曠野裡 由於業力啊 就感得了 這個五蕴之身 好 五蕴又出現了 就這個生命體嘛 這個身心 好了 我們得到這個身體 這個命 一條命就住進來了 好 就好像那個五蕴之身 就像那口井 人進去了 好 那那個樹藤呢 好 就是命根呢 枯藤啊 是命根 枯藤在井裡頭 就像我們的五蕴的這個生命啊 在這個五蕴的身體裡頭 好 那老鼠在咬 那一條樹根 那個枯藤啊 是無常的輕逼 一息一息的過去 命根很快就會斷 所以那個老鼠啊 有的譬喻就寫成是兩隻老鼠 兩隻老鼠跟四條毒蛇什麼意思啊 這講那個老鼠啊 是時間 日 夜 白天 夜晚 兩隻老鼠再來咬 就把我們命根 越來越減損了嘛 好 命越來越擔保了我 日夜輕逼 這個時間很無常 一息一息的過去了 眼看這命根很快要斷了 那麼 無論是 秋井 就是枯井 這枯藤 這樹藤 或者老鼠 這講的 都是 無常的 苦 破 所以說 守顧 那四條蛇是什麼呢 就是四大 四大不調和 人就會生病 甚至於 導致於死亡 就像毒蛇 你被牠咬死一樣的 最後死亡 這樣子 那五地蜂蜜是什麼 五欲之樂 五欲之樂 五欲呢 色身相畏畜 是五欲 我們對出去都是我們所想要的嘛 好 另外一個說法呢 第二種五欲的解說 財 色 明 實 穗 下一句呢 地獄五條根 好 再寫一下 好 那個樹根呢 它要吸收水分養分 它就 這個樹就長大嘛 好 那我們的 這個根呢 它是往哪裡去的 往地獄去的 你會跟著它往那邊去 像地獄發展的那五條根 是什麼呢 財色明實睡 你說那不對啊 如果我都不要的話 那人都活不成耶 我不睡覺可以嗎 我不吃東西可以嗎 這些都可以嗎 這裡講的是說過度執著 好 你這個 每一樣東西 生存 如果有 基本上的這些基本都有的話 那麼 對生存是 就有福報 要擁有這些 你要做什麼 包含你要學佛法 也會 容易啊 順利啊 很好啊 但是如果 貪著 貪染 執著的話 那就 往地獄去了 肯定要造惡業的啦 或者是 這個懈戴的啦 好 這個是第一個譬喻 秋井 就是這口枯井 形容是 這個色身 五蕴色身 然後 那個樹藤 枯藤 是命根 像這樣 用這個第一個譬喻 是講的是 諸形無常 所有這些 沒有永恆不變 你看那個老鼠在咬 你看那個四大 那個毒蛇在那裡等 那個 譬如這樣子來講 它的那個苦魄性 無常 然後第二個呢 空聚落 聚落是一個村莊 不過這個村莊呢 極無人 我們來看 翻過來第二十頁 第三行 空聚落啊 是講無人的村莊 所以說極無人 沒有人啊 好 那這個村莊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這個人啊 又開始跑跑跑 可能是犯了國法啊 還是怎麼樣了 總是呢 要逃避 這個國王的罪罰 那麼一路逃 就經過了一個沒有人的村莊 他進到這個村莊 很想住下來 過一宿再走 就停留 那忽然呢 就聽到有聲音傳來喔 好像有天人跟他說啊 快點走啊 這是盜賊來往的地方啊 如果啊 你讓這些 這些盜賊看到了 恐怕會喪失生命啊 啊 有人這樣提醒 好了 那這是說什麼呢 這個批譽 就是 空聚落 即無人 這個空聚沒有人的村莊 然後這個人想要停留 但是有聲音告訴他 不要停留 這是盜賊出沒的地方 恐怕性命難保 趕快走 這樣 說什麼呢 這是說啊 有人想脫離魔王的控制 來修學佛法 但是呢 村莊就指六根門頭 六根 那有的呢 你明明本來是想要解脫嘛 這個說脫離魔王的控制 就是解脫了 煩惱魔君嘛 我想要出離煩惱魔君 我要修學正法 但是呢 有的修行人 說是要學佛了 可是呢 往往就在六根門頭 就失敗了 那好 那回來看這個譬喻 說空村 這個空的村莊 就是六根 六根啊 哪六根啊 言耳鼻舌生意 當我們這樣講的時候 各位要不要只是很順口六一樣 只是嘴巴念一念這樣 當你講的時候 你要感受到就是你的身體 好 再講一次喔 言耳鼻舌生意 有沒有回到自己身上來 好 更有體會 好 那一般我們的這種見聞覺知啊 我們看啊 我們聽啊 我們理解啊 等等這些 一般以為是內有自我 而時事沒有自我可得 一般的人會以為說 因為有一個我嘛 我看啊 是我親眼看到的 我親耳聽到的 都是會感覺 當剛剛這樣感受一下 你會感覺到說 好像有一個 好像總司令啊 在這個言耳鼻舌生意裡頭 六根 就是其實六根 這些都是空性的 就緣起啦 就我 我的眼睛啊 看到什麼 啊 看出來這是什麼 比如說 我看到教室裡頭 有好多人 好 眼睛看到人 認識 這是同學們來聽課的人 這樣啊 所以這是一個可以 分析來看 我的眼根 看到對象 那就是外境 那就是色 色身相會出的色嘛 六鏡或者六成 然後產生了眼視 眼的認識 說好多人 這是來聽佛學課的同學們 這樣 所以這個認識中的產生 它是從眼根 就是從六根啊 到六鏡 或者六成 然後產生六識 這樣子啊 那這必須是因緣合合的 所以實際上是無我的 任何一個因素改變 它看出來的結果 不會一樣的 沒有固定不變 永久不變的 那個 那個 那個我 那個主體性在那裡 所以這第二個其實在講什麼呢 諸法無我 第二個講諸法無我 我們太習慣說 講到 就是我這個人嘛 我這個身體 就是我啊 以為我 是 固定的 比如我說你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 曾經有人說 唉 哇 這個 把你 這個台灣話 我給你看出出 就是說 我看穿你這個人 你就是怎麼樣一個人 這句話一點都沒有佛法 嗯 比如說 嗯 我看你這個人啊 我現在看那句話怎麼講啊 是台灣話喔 我看你這個人喔 一世人求教 沒什麼 一世人不出團 類似這樣子啦 就是說 嗯 我看穿你這個人啊 啊 這個一輩子都不會成就的 啊 不會成功的 啊 我 我看準了你就是這樣的人 這樣啊 對 我就是看準你是這樣的人 喔 那聽這個話 被人家這樣講的人呢 也不要不高興 你只要理解 他是沒有佛法 佛法不夠啊 這樣就好 就會講 你看準我這個人 可見你就是佛法 還不是那麼具足 因為實際上你是看不準的 因為我的下一念 比如說 本來我的习氣應該 你講這個話 看不起我 我應該要生氣 但是 當我看到你這樣 沒有佛法的講話 我決定我要有佛法 所以一念之間 我該生氣 我決定不要生氣 你馬上就看走眼 對吧 你就看不準了嘛 你本來看準 你這樣講我 我要生氣 但是我決定我不要生氣 我就馬上讓你看走眼 就這樣 那還是一來一往 如果我們決定 我要不斷不斷的改變 我只要發現我的智慧不夠 我就把它導向於智慧的思維 導向於佛法的思維 什麼叫佛法 什麼叫智慧思維 我就是觀因緣法 緣起啊 緣起信空不是口號 凡事都是因緣合合而來 我只要決定 我要付諸於它 一個什麼樣的因緣 結果 呈現完全不同 這個呈現 有沒有固定不變的 沒有 什麼東西叫固定不變 在佛法裡頭 用我去代表 那個我不是 I 或者My 或者Me 不是 它就是說 這種狀態呢 是固定不變的 比如說如果 生命是固定不變的話 那是怎麼樣 如果有我不變 恒常如此 永遠不變 那麼你生下來 是一個小baby 十年後還是小baby 不變嘛 但是不是喔 父母照顧 撫養 給他吃 給他種種營養 照顧他 欸 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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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在變 其實不是一天一天變耶 無時不刻都在變 沒有一刻停留 固定不變 實際上生命是無我的 因緣給他 當然如果 很不幸的 遇到不好的因緣 不給他吃 甚至於一氣他 不是就這些案件嗎 一個小生命就 夭折死亡 結束 就這樣 所以你到底是讓他 好好好很 平安的 健康的照顧他 還是就讓他 夭折掉 給他的因緣不同 一直變 一直變 所以真的是 諸行無常是第一個 第二個再講 我們這個人 住進來這個六根的身體裡頭 村莊裡頭 但是你不要以為這個村莊 這個六根是實際上可以 住在裡面的喔 其實 不可以住 因為六根 怎麼講 這一講 他會有盜賊往來 六根怎麼會是盜賊呢 六根門頭盡是賊 有這麼一句話喔 誰在偷東西啊 原來六根啊 眼睛看著他貪耳朵聽到他生氣 哇在那裡造業 把我們的功德財都偷走了 就是我們的功德 就從這六根裡頭 我在生活啊 我在用這個六根 在我的這個身心狀態 在運作啊 原來是把功德 就從這個運作 六根看啊 聽啊 吃啊 什麼 都流失掉了 所以形容 六根門頭盡是賊 再講這個 空聚落 一個沒有人的村莊裡頭 那個村莊就是六根 有盜賊出沒 偷走什麼東西 偷走功德財 嚴重的話 連命都沒了 就是這個 所以兩個 兩個譬喻 放在一首寄語裡頭 秋井 空聚落 講兩樣東西 一口井 一個村莊對吧 他們狀態如何呢 朽固 井是枯掉的啦 這個朽固 極無人 沒有人住的村莊 是這樣 就要講 朱形無常 那個逼迫性 那口井裡頭 想想那個日夜時間的老鼠在咬 咬那個命根 下面的四大不條 等著等著 要你的命 這樣喔 真的是 無常逼迫啊 朱形無常 然後呢 我得到這個色身呢 就好像在這個 這個六根是我住的村莊啊 這會偷我的功德財耶 當然呢 如果我們通過佛法的學習 轉世成治 這六根門頭盡是賊 我想扶他 以界定會化倒他 讓他 這些 本來是要偷走功德的 現在變成 喔 幫我在累積功德 那得要佛法去 轉換他才行啊 不然的話 以一般的人來講 真是秋井空聚落 朽故即無人 好 這是兩個譬喻 那第三個呢 彼岸 林全樂 在講 因為已經講前面兩個 各位知道第三句是什麼 涅槃即禁嗎 這在說什麼 三法印 三法印啊 因為你明白到 這個前面兩個講 諸行無常諸法無我 然後呢 各位看到 二十頁倒數第二行 那麼 在講我們眾生啊 不管是掉到井裡頭 或者逃到這個村莊裡 等等 說 上面說起的 逃難的 離開盜賊往來的 空村 空的聚落 那前進 就離開了這個村莊了喔 再向前走 前進到國境的邊緣 已經快要出離這個 因為他犯了這一國的國法 他出離了 那這個國當然是指魔王的國度了喔 那就 這個大河啊 就 一條很大的河流 橫擋在前了喔 擋住他的路 而追捕的人卻要追來 追捕的人就是那些欲望啊 煩惱啊 一直追著你啊 想要靠近你啊 控制你 那那個時候呢 他望見大河的 擋住他的河流的對岸 那個是不屬於這個魔王的 國王的這個境界了 那個地方 地區了 哇 原來河的對岸啊 有圓林流泉 那圓林很美啊 那邊的小河好美啊 就環境很好啊 真是又安全又快樂的地方 所以這個人呢 就不顧一切的 游過了大河 這才離開了死亡的恐怖 這個魔王的追逐啊 真的可以修習了 這個就是譬喻說 學習佛法的人啊 就不受六根的狂惑 你不要被六根蒙蔽住了 那就度過了生死的大河 這個河代表生死 度過去了 這才悦出了 魔王的境界 到達涅槃的彼岸 就可以享受不生不滅的 極滅之樂了 真是到達可以修習的 這個安全的地方了 是這樣的 來說三法印 也就是說 法寶啊 其實 要符合三法印 那個才是真正的佛法 所以我們來看這一段的總結 說上面啊 從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那說到涅槃極 這是指三法印 是佛法的三大真理 為什麼叫法印呢 就好像印章 你要符合它的 像我們看喔 我不曉得其他國家如何 在台灣啊 這個東西是 有政治標記 就是符合這個印章 蓋了一個正 這樣就是審核通過的這樣 那三法印呢 就是佛法的 好像法印呢 就是一個標記說 這個是正法 是符合真理的 這樣叫法印 那這三大真理 而涅槃呢 又是通過無常無我 而實現的 說為一切聖者的究竟歸數 這就是我們所要歸一的 禮境的法寶啦 那麼 比如說 這個一般啊 世俗上休息禪定的 只是休息禪定的 也能處理一部分的 煩惱欲望 但是三秤聖者啊 什麼是三秤聖者 還記得嗎 上次我畫了一個三層蛋糕 五秤 然後到三層 聲聞原覺菩薩 三秤聖者 是由慧而得涅槃 才是究竟禮遇 在一切的禮遇中 涅槃為最尊最聖 所以說禮遇尊 剛剛講是兩族尊 形容是什麼 佛寶嘛 兩族尊 福德智慧最圓滿的 是人類之中最尊貴的 那個兩族尊形容佛寶 那禮遇尊呢 真正可以 就是斷除欲望 離開欲望的 還是這個要依著法的智慧 才能夠 就依著到達涅槃最尊最聖 所以叫禮遇尊 好 那麼 我們接下來再看這一段呢 再講到怎麼入於涅槃 好 我們一起來讀這個寄頌文 正法 妙難施 善盡常安樂 依古先人道 能入於涅槃 好 法 正法 我們前面有講到 是可鬼可折 它是一個鬼道 可以我們去依平著它 依靠它 得法 然後明白這個真理 也就是我們講叫開智慧 所以有些人來找我們說 師父你可以幫我開智慧嗎 我說要開 我先開我自己好了 哪裡是這樣子 好像一個動詞 像這些 就是 但是世俗 就說 不是叫世俗 就是一般這樣的形容 講得太普遍了 師父我很愚痴啊 請你幫我開智慧啊 又不是說 念個咒語 然後開 然後就開了 當然不是這樣 它其實是有一個方法 有一個可以 叫鬼折嘛 法就是鬼折的意思嘛 就是好像火車要依著鐵軌 到達目的地 那我們要到達智慧那個地方 你是依著法的鬼折去的嘛 那個軌道是這樣喔 所以我們一定可以依據什麼 然後到達 涅槃解脫的境地嘛 好 我們來看這個內容 涅槃為一切聖者 一切學佛者的歸一處 真正到最終的那個狀態 由於正入的程度不同 有分 有於涅槃 無於涅槃 大波涅槃 好 那麼十則涅槃就是正法 對 各位對涅槃 到底是什麼 涅槃 涅槃是什麼 是正法 那個狀態啊 我們講 比如說我們形容 佛陀在2500多年前 已經這個 入涅槃了 或者我們形容 佛力 今年喔 是佛力2563年 這個佛力 我們有西元嘛 西立 立法來說了 西立 2019年 那佛力2563年 佛力是按照佛涅槃那一年 涅槃之後那一年 開始計算的 那西元呢 西立 是從耶穌誕生的那一年 開始算的 所以今年是2019年 這個都講數字 各位可以轉得過來 差多少 但是 這是耶穌誕生 這是佛陀涅槃 如果要講佛陀誕生那一年 要加80對吧 就是 更早 找這麼多 佛陀比耶穌 如果誕生的時間 要比他早600多年 南北傳有的時候有一些差距 或者是日本的學者研究 也有 不是完全符合 但是 600多年是沒有錯的 就是 據 就是說早 佛陀600多年 這些年其實 更早 最近公佈的應該距離現在 也是一兩年前 英國的考古學者到佛陀誕生地 也就是倫比尼 倫比尼在 以前在印度 後來英國殖民地印度 那因為倫比尼幫助英國平定內亂 那英國為了要感謝倫比尼 所以就把印度北邊的地 劃給了倫比尼 就把倫比尼這個地方劃進了倫比尼 倫比尼這是佛陀誕生的地方 所以佛陀是印度人 不是倫比尼人 但是他現在的出生地 是在倫比尼裡面 他有一段政治因素在這裡 這個就好像 美軍把釣魚台化到了 化到了日本 就給了日本這樣子 他離開 他也不希望你太平 這個我們就不去談他了 我要講那個英國當時離開 不是離開 就平定內亂 他把這一塊重要的 在人類歷史上 文化史上重要的這個點 幫你製造一點點的 地方搬不過去 地圖上畫一條線就可以讓你 對啦 這條線移動了 所以現在我們到印度去朝聖 尼伯爾的 最主要是印度你要 看你的路線怎麼規劃 如果你從新德里進 那一路到佛陀出生地 你就出印度了 然後第二次你要再進來 因為還有其他的聖地要走 所以辦的都是多次入境 或者至少是兩次 Double的 兩次入境印度 如果單一次的 你就只能停留在印度 不能到倫比尼這樣子 這個當然是題外話 我現在講 我們會形容說 這個佛力是從佛涅槃 開始計算的 涅槃 那涅槃是什麼 如果我們講 從佛涅槃開始計算 難道是死亡嗎 佛頭有死亡嗎 如果對佛法沒有什麼接觸的人 他會說 那明明就在那裡火化掉 你們是怎麼樣 還說他沒有死 其實對佛 佛是覺悟的聖者 他的境界已經不是像我們 必須要借助父母投胎出生這樣 實際上佛證得的是 剛剛講法身慰命 他是為了悲願來著事 為了來幫 當我們的老師 為了教我們 他必須像人一樣這樣子來 所以是一種視線 就化現在這個世間 出生在這裡 實際上佛的身是 究竟的真理法身 那佛陀的功德圓滿 他的果報體叫圓滿報身 清淨法身 圓滿報身 但是因為他的慈悲 他無數次的來到這個娑婆 他要化現 就有一個所謂的化身佛 就他要 那不是報身 報身的究竟圓滿 不是我們人類可以形容得出來的 那是他的功德可以顯現的 但他視線給我們看到的 包含這身出生的 那只能講是畫像三寶 好 那麼這個就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真正的涅槃 是那個狀態在形容 煩惱疾滅滅的狀態 沒有再有剛剛講到的斷德 沒有煩惱吸氣 那些躁動 雜染 全部都平息了 寂靜了 那個狀態叫涅槃 涅槃有分有於涅槃 有看到課文裡頭 有於涅槃 無於涅槃 還有大波涅槃 有於涅槃呢 就是說佛陀 他視線這一生 在2500多年前出生了 長大了 修行了 成佛了 然後傳法了 然後涅槃了 在他這個80年的歲月當中 他以釋迦牟尼佛這個一個人的 這個呈現 存在這個世間上 他其實已經成佛了 但是他在從最早的道路也願 為吳比丘 就是這個最早的弟子 然後講說是聖地八正道 然後又度了多少弟子等等 這樣 當時在那裡辦教育啊 在那裡講佛法的 那一位釋迦牟尼佛 他已經成佛了 但是他的射身還在 這個叫有餘涅槃 這個肉體的射身還在 有餘涅槃 進戒是成佛 是入涅槃 但是有身體在 有餘涅槃 那直到八十歲 已經講完法華經 最後的交代 這個涅槃經都講完了 遺教經最後的確認 大家都明白 沒有問題 佛進入 射身已經都放下了 那自己的這個三昧火都燒掉了 無餘涅槃 沒有身體的這個存在了 這時候是無餘涅槃 那到達正悟的涅槃境界的佛陀 在哪裡啊 他以他的法身存在 那要看他的 他觀照 他覺得哪邊有因緣 哪邊有些有善根的眾生 就以大智慧 這個得正涅槃 然後以大慈悲 不助涅槃 他會悲願來做事 就是這樣 就是以智慧 正得涅槃 以慈悲 不助於涅槃 這個叫大波涅槃 也稱為如來 自在地來去 是這樣子的 好 所以這個涅槃這樣明白 好 我們來 來看 二十一頁 二十一頁 最後這一段 說 由於正入 一般的學佛者 跟一切聖者的這個方向 是涅槃 但是 修行人 他正入程度不同 聖至於正的涅槃 也有分 有於涅槃 無於涅槃 大波涅槃 等差別 而實則上涅槃 就是正法 正法是至正的境地 唯妙的難以示意 無法形容 無法去理解的 所以叫如人 饮水冷暖至之 那麼 依照經論的方便說 方便來描述一下 略加說明 那麼 怎麼去形容 這個涅槃 這個正法呢 那有四句話 第一呢 是善 第二是敬 第三是長 第四是安樂 好 善 是絕對的完善 淨 是不 他不會被這些煩惱 雜染所能夠去染污的 也不會再生起 就緣起這一些染污 所以是真正的淨 清淨 長 超越時間性 不生不滅 本來如此 長 我們常常講 世間無常 無常故苦 所以當我們陷入苦的狀態 請各位去想一想 什麼時候你會感覺苦 當你感覺到 感受到苦的時候 比如說 生病的時候 辛苦 身體都做不得主 很想睡覺 沒有空睡覺 也很辛苦 我有時候會陷入這樣 比如你們有家庭 這個工作 突然間沒有了 家裡頭 急著 一定要每個月要付的款 那個逼迫 苦 這個孩子 小時候還乖 長大了 都不曉得 這外面怎麼回事 都不聽話 都不知道他將來如何 孩子也讓人很不順心 苦 這夫妻之間怎麼久了 怎麼不像以前 無話不說 大家可以 好像心靈伴侶 可以談談話 分擔一些 分憂解勞 現在怎麼這麼冷淡 而且琢磨不到這個人 苦 苦 這個也苦 那也苦 但是講 形形色色的 不同處境 不同情況 都可以產生苦 苦是怎麼來的 再重複講這句話 世間無常 無常故苦 苦是從無常帶來的 無常是甚麼 叫變化 變化 再看看所有剛剛講的 任何這些家庭 事業 親情 子女夫妻 這些包含身體 它變化了 它其實變化 過去很健康 現在變得不健康 過去很年輕 現在變得不年輕 過去 工作很穩定 現在不穩定 過去孩子很聽話 現在 不一樣了 種種種種種 這些 因為變化 所以叫無常 常是 固定的 就是固定的 不變的 一直是如此的 像這樣 叫常 但是世間上是沒有常 只有真理 是永遠不變的 只要落入世間法 所有世間一切存在的現象 都是恒常變化的 所以無常其實是正常 對世間來講 無常是正常 如果你心裡頭知道無常是正常 你不會去抗拒他 反而在無常之中 變化裡頭 你會想著 這個有智慧的人 他在無常在變化之中 你怎麼樣去應變 無常是正常 所以變化是不是正常 變化是必然的 你在那個變化裡頭 就像金濤駭浪裡頭 我剛剛講 力挽狂瀾 金濤駭浪之中 你說 我的這個 掌舵 這個方向 船頭 怎麼樣 船尾怎麼樣 我都按照書裡頭寫的 這邊放什麼 這個旗子要怎麼張 煩 怎麼 如何如何 我都照做了 怎麼這個船 都快被打碎了 因為外面的那些波濤波浪 角度風向強度什麼 包含這些 通通在變嘛 你沒有適度適度的 在無常之中去 看到它的變化 肯定就叫死定了 如果你硬是說 我是按照書上寫的 不行 書上講的是原則 但是在那個境界裡頭 海浪的因素 風的因素 這個船的種種這些 條件不同 所以變化之中 你要有那種應變的智慧 那當然你就接受它 它是無常變化的 所以通常無常變化的時候 只要我們人 比較專注於我怎麼應變 那它的那種感情 情緒的感受 就不會佔據一切嘛 理智跟感情 感情是感受 比如說這個驚濤海浪之中 嚇死我了 我這是六神 這惶恐無阻了 你只是在那裡害怕害怕 你的力量用在害怕裡頭 你就沒有力量用在專注 面對那個 這個風是怎麼吹啊 煩的該怎麼調啊 方向啊 舵該怎麼調啊 然後 船身朝哪個方向 浪亡這邊 很多因素耶 你如果專注於境界裡頭 你的那個情緒變化就會降低 那如果你浪費你的力氣 在情緒感受啊 怎麼這樣啊 你怎麼沒有早說啦 你怎麼知道這樣啊 再來講這一些 真的 只有等著翻船 所以這個 在講 無常 世間法 無常是正常 你要由以待之 你可以應變 但如果你要講 怎麼會這樣變化啊 以前不是這樣的 你停在那裡 苦 你感受到苦 所以現在呢 正著理解 然後倒著去推算一下 就是說 我在什麼時候感受到苦 你就回想一下 因為我拒絕接受它是無常的 它是變化的 我抗拒 我竟然在這個無常變化的時間 要求一個常 永恆不變 我要 我以前的年輕 我要我以前的健康 我要我以前的 誰對我的友誼 或者感情 誰如何如何 我要求這一些 包含財富 等等 如果你在無常的時間 要求一個常 那你就顛倒 那常常在苦惱裡頭 起煩惱顛倒 顛倒想 所以各位慢慢 學佛的人其實是 更有力量的 有的人說 哎呀我學佛會不會很消極啊 悲觀啊 其實不是的 他更清楚 他更知道 這個情境外在如何 那現在我們應該怎麼想 他是通過一個理解 然後去引導自己 所以佛法不是只有理論 佛法是真的 叫可操作性 你經過這樣子的理解 然後反覆演練一下 之後你在 面對境界的時候 你感覺要碰觸 好像一杯苦湯啊 你要嘗到的時候 咦我這樣下去就是 這早苦吃 你最會遠離的 你們有沒有興趣練習看看 有人有練習 一定要這樣練習 你不能要求 外在的境界 通通都是甜蜜蜜 都是順你的心意的 其實不如意是十長八九 但是你在那裡頭 怎麼樣去度過 面對然後度過 超越它 好這個在 講這個 善 敬 在形容這個法 長 真的只有真理才有長 世間是沒有的 然後安樂 因為真正的這個 到達涅槃 它沒有 已經沒有生滅相 它不是用物質體的 形成然後破壞 它不是物理現象 物質的存在 所以沒有生老病死 沒有憂悲苦惱 是離戏 離開束縛 戏是束縛的意思 是真正 不是從我們一般 事件上講的快樂 是相對來說的 譬如說 我賺到 賺到一千塊錢很高興 賺到五千塊錢是不是更高興 或者說儲蓄 類似這樣吧 樂 你 你對我很好 你現在對我更好 那個快樂就是形容 甚至於是跟苦去做 對比 比較出來的 你罵我我好苦啊 你現在讚美我我現在好樂啊 譬如這樣 或者之前肚子好餓啊 好辛苦啊 你現在吃飽了 哎呀滿足很快樂了 就是說苦樂苦樂在這世間 它是相對的 比較出來的 但是這裡講的 涅槃是 絕對的樂 因為它不是從比較而來的 是本質上是這樣的 所以 總之啊說 政法不可思議 功德也不可思議 好 那最後這一段結語啊 說從智慧的境界來說 就是 涅槃就名為政法 如果從智慧正入政法 而得真自由來說 名為涅槃 已經到達沒有束縛 沒有躁動 不會再起伏的那一種 叫涅槃啊 所以政法就是涅槃 只有依者 古 亡古 就是過去 過去諸大佛大仙人的正道 在依古仙人道啊 古當然是過去走過這條路的人 仙人道 有時候我們把 這個修行成就的人 形容為叫大仙 解脫自由的大仙 所以有的時候 早期的翻譯把佛翻譯成大仙的 也有大佛的大仙 好 一古仙人道 那麼說能 入於涅槃就能正入於涅槃 這個解脫 好 這一段 這是讚嘆法寶的功德 本來今天呢 應該要 應該要 這個第一章應該要講完 對吧 對啊 就留下了一個三寶 還有總結三寶 看來呢 是要再完整的一堂課 在一堂課 但是請各位呢 去把課本裡頭講的 這個住持三寶 畫像三寶 離體三寶 一體三寶 這個究竟三寶 真實三寶 你們去把那一段 努力的看一看 不過你們只要知道 其實 佛陀注釋的時候 佛陀化現在這個世界 那個時期的三寶叫畫像三寶 那佛陀涅盤之後 流傳下來的 不管佛寶是佛像 那法寶是三藏十二寶的經典 聖寶就是 一直佛陀叫法出家的 生前出家人 就是叫三寶 這個叫住持三寶 大原則你認識什麼是畫像三寶 住持三寶 這個是最基本的 之後就進真實義的那個 離體三寶 那個呢 一體三寶 那個叫真實的功德 就離開佛陀釋現有一個像 是畫像三寶 出家人 維持三寶流傳 住持三寶 這個都有個像可以看 具體的看得到 那麼超越形象的那個 真實的功德是什麼 是這一段 你們先看一下 我下次就歸納性的講一下 會更容易明白 好看來進度是 第一次掉了一點點 掉一堂課 沒有講完 到最後是要補課的 OK嗎 我想還是 不OK也得OK啦 要把它交代清楚 好 那麼我們今天呢 就在三寶真實的這一段 講到佛寶 講到法寶 講到法寶 那麼下一週呢 上課 明天是親民法會 4月7號親民法會 那再下一週呢 就4月14號 我在渥太華主持親民法會 所以14號的課呢 就是滿意法師 他要來為各位講的是八大人絕經 其實是非常相關 那麼這兩堂課 你有佛法概論的 這些佛法的基礎有 你在聽八大人絕經 應該是更容易 這個理解的 所以下星期天 一樣是有佛學班 星期天下午兩點 那再之後呢 我還有連續三週 那麼就要再繼續 從今天的進度 再繼續講成佛之道 這樣好嗎 好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下課 因為超過時間呢 我們就 今天晚課就省下來好嗎 好 我們下課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